今集玩樂好好處 再次來到沙頭角 這道地方這麼大有這麼多鄉村 相信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玩 不過幸好我早有預備 約了個地膽 幫我量好今天的行程 嗨 嗨,Ricky,你好 嗨,你好 歡迎參觀 好 這是什麼呢? 關於沙頭角的什麼鮑魚 這個其實是漁民散鹹魚肉 所以你會看到 街市門口會把兩塊網 上面放到魚在那裡散 沙頭角故事館館長Charles 本身是生態旅遊道賞員 在工作期間接觸到沙頭角 然後在新樓街租了一個樓上舖 展示區內歷史和收藏品 讓參觀者 由舊物舊故事之中 瞭解沙頭角的歷史面貌 了解沙頭角的歷史面貌 已經列為二級的歷史建築 現在看到很多店舖都不開門 因為在九十年代中 在中央街的居民過不了 所以店舖少了生意 現在陸陸續續 因為開放多了一些新的店舖 例如有埋企電品店 還有一直都有開店舖的 一些舊式的雜貨店、糧油店 他們還可以繼續做生意 參觀完沙頭角禁區裡的新樓街 我們離開了禁區範圍 經沙頭角公路,去到羅氏大屋 你好… 館長你好 歡迎你們來參觀 黃館長,其實為何要將這裡 改建成為抗戰紀念館 日軍在1941年10月8日 早上就進攻香港 開始就一直進攻打到港島 在這段時間 一批在內地的抗日游擊隊 在我第二位舅舅的大腦下 爬過不同山就來到這裡下腳 然後再去前面南充村 就建立這個根據地 這支部隊就是來到香港之後 搶救了一大批中國最優秀的 民主人士、文化人 又打了很多場陸戰、海戰、情報戰等等 亦犧牲了一百多位游擊隊員 這段歷史是我們香港人 近代史中很珍貴的一段 亦都是香港人用鮮血、用生命 來保衛香港、保衛自己的家國 作為抗日戰士的後人 我們應該用自己的力量 就是將這段歷史挖掘出來 弘揚開去 而參觀完羅氏大屋之後 我們就會再上沙濤角公路 去鏡熔書屋 鏡熔書屋是法定古跡 清朝時建成所謂 《書中自有黃金屋》 讀書識字何時都那麼重要 以前的人讀書環境又是怎樣的呢 鏡熔書屋是兩盡天井的設計 我們進入大門的前廳或門廳 門廳的兩邊都是課室 它的角樓是以前學生寄宿的宿位 即是給學生寄宿的 過了天井就是這個正廳 正廳是整個建築最重要的地方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個建築 其實是在1872年重修建成的 所以已經有一個很悠久的歷史 看完歷史建築之後 個人都真的覺得長了知識 其實進來沙頭角 你都會發現這裡的環境 是清幽一點、寧靜一點 人的生活節奏也會相當慢一點 所以如果你想放鬆一下 記得放假,進來感受一下吧 請進來kah accident 撒端 右想法 明天井 在某個人的位置 們提供 您的確保